清简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因此有些吃不了的剩饼剩馒头什么的 我们常常会作为下一项的食物 但是面食剩下后 其中的淀粉会变成抗性俗称反生 对肠胃的危害非常大 这时候建议大家将吃剩的面食加热炖煮 会有效缓解反生现象 那究竟该怎么处理这些剩下来的面食呢 今天蛋壳就教你做一道好吃的葫芦汁烤馒头片 做法是馒头见后片带用 烤盘上铺上锡纸放上馒头片 两面分别刷上食用油、葫芦汁 撒上白芝麻 去烤箱放入烤盘关号门 将上火温度调至180度 再将下火温度调至200度 烤15分钟至馒头片熟 打开箱门取出烤盘 将烤好的馒头片装入盘中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你们也不妨去试一试吧